朋友们 现在呢 真是是人是狗 都开始做肉鸽了 看一个游戏就是肉鸽的游戏 看另外一个游戏 还是肉鸽的游戏 仿佛这游戏呢 不把自己打上一个 肉鸽赖的这个标签啊 就卖不出去了似的 那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什么是肉鸽 先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它其实是1980年 制作的一款游戏 它的名字呢 叫做肉 直译过来 就是肉鸽 它这个游戏呢 可以说是奠定了 肉鸽这种模式 最早期的这种玩法 它的发明之一啊 所以说这款游戏呢 对后世的影响力非常大 有很多的游戏 階階階階 爬上自己的一些创新啥的 出现了很多类似的 比较出名的一些游戏 他们都称自己为肉鸽赖 肉鸽类游戏 还有一种叫做肉鸽赖 肉鸽赖是什么呢 相当于轻量化的肉鸽游戏 现在网上的一些宣传啊 都把两个词语给搞混了 所以说现在这两个词啊 也有点模糊化了 甚至肉鸽赖的游戏啊 他们对外宣传的时候 也说自己是个肉鸽赖的游戏 就不着宣传 反正大家也不用纠结 玩游戏 好玩就行了 刚开始 他们的地图是随机的 道具也是随机的 玩家呢 可以在这个地图里边 获得不同的属性 进而呢 给自己增加一些 比较强化的这种效果 所以说呢 每次玩家开始玩的时候 他们都是获得 不一样的这种感受 就称这样的游戏 为肉鸽游戏 但是呢 肉鸽它也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 过分硬核 对新手玩家 能不是很友好 单局的游玩时长 也是有些过程 如果说你中途停下 或者说是中断了之后啊 你的游戏体现会比较操作 每次开局的话 基本上都是回到了起点 所以说基本上 你们每次的起点都差不多了 比如说 几百个游戏时长的 其实跟几个小时的游戏时长 太多的起点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包括它的地图都是随机的嘛 所以也会导致一些剧情啊 什么的 都是分散的 玩家呢 需要这个反复的游玩 获得游戏里边的一些小线索 逐渐的去拼成一个 比较大的这种游戏剧情 甚至还有一些肉哥游戏 价格都没有剧情 这也是我觉得啊 可能是一部分的玩家 对肉哥这种游戏 比较劝退的几个原因 但是呢 画面不行 碰词说我是肉哥游戏 我剧情不行 我是肉哥游戏 我这个设定不行 没有关系 因为我是肉哥游戏 并不是这个理由好吗 有一部分的游戏呢 它会把肉哥当成一种 锦上添花啊 来去做处理 这样是可以的 肉哥它不是个万能补丁 不是说你游戏不行 我只要套上肉哥这个东西 我就可以把游戏做得稀烂了 我就可以剧情做得稀烂了 我就可以画面做得稀烂了 我可以任何东西都做得稀烂 因为我是肉哥 肉哥听着都想打人 咱就说能不能不要再碰瓷肉哥了 先把你那破游戏做好 比啥都抢